今天微博热搜大家看到吗 就是这个热搜的排序真的让人太无奈了 这第三个买的是什么呀 关于最近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肆虐 相信大家肯定都已经朋友圈微博都看到很多了 最开始在这个2019年12月31号发现的时候 就我还不以为然 我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但这两天的新闻 1月18号以后这个无安的新增病例是136例 截止到1月19号晚上的10点 总共武汉是已经有198例了 然后今天热搜上又显示这个北京大兴已经确认两例 广东也确诊一例 浙江的温州 杭州 泰州 州山等地方已经确诊了五例 韩国也确诊了一例 泰国之前也确诊了一例 就已经扩散到很多地方了 然后这个除了武汉之外 其他省份确诊的这些病例呢 目前都是由武汉刚回来 比如说去探亲或者去旅游 然后就感染了病毒的 而且马上就要春运了 再过两三天可能就会碰上全国大规模大范围的一个人口流动 如果不注意预防的话 这个疫情可能会继续扩大 而且大家肯定都不希望自己在春节的时候生病吧 当然大家也不要过度紧张 因为我看到目前武汉是有一些治愈出院的病例的 因为这个病有轻度中度还有重症 有一些轻的其实已经治愈出院了 但不管怎么说肯定都不要生病的好 所以我今天也是查了很多资料 他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春节期间 预防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地看下去 就不要有侥幸心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我相信最开始在武汉 就是有这个病情的时候 去武汉旅游或者探亲的人肯定也觉得 去一次没关系 结果就不小心地中招了 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很谨慎 第一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戴口罩 平常尽量不要去客流量或者人特别多的公共场合 特别是一些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然后病都很容易传染 如果必须要去公共场合的话 一定要戴口罩 我这里就有一个普通的医用口罩 而且大家戴口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 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折面完全打开 然后摁住鼻夹 把你的这个脸 鼻子 嘴巴 还有下巴都要这样遮住才可以 刚才我坐地铁的时候就发现地铁上戴口罩的人比往常的多了一些 我今天就看到朋友圈好多人都在求买口罩 就看到有些地方的已经脱销了 不过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那如果在公共场合你们看到了一些有相应的 比如说咳嗽啊打喷嚏症状的人的话 最好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果你自己要打喷嚏或者咳嗽的话 也请用手捂住口鼻 就不要去传染别人 一回到家呢 把在外面公共场合穿的衣服脱下来 然后去洗衣服 上床的话千万不要穿户外的衣服 最好到家就换上睡衣 第二个就是每天一定要勤洗手 用这个肥皂和清水来洗手 什么时候该洗手呢 这个咳嗽或者打喷嚏油要洗手 吃饭前要洗手 上洗手间要洗手 觉得手脏了要洗手 如果是接触了动物或者动物粪便的话就更要洗手了 如果你想洗手的时候身边没有水的话 我非常建议大家带一瓶那一种就是免洗洗手液 第三不要与这个农场牲畜或者一些野生动物接触 记得最开始这个并应该是在武汉的那个华南海鲜市场 然后根据两名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说 就在华南海鲜市场是可以买到各种活的鳄鱼 娃娃鱼 狗羊蛇 以及一些野鸡野兔刺猬等等 所以就是最开始病人是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野生动物 第四如果大家在吃肉类和蛋类的时候 一定要彻底的煮熟 而且就是你们在家里用那种菜板 春节都要做饭做菜嘛 生食和熟食用的菜板一定要分开 在处理生食和熟食之间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洗手洗手多洗手 第五个就是要及时自检 有问题一定要就医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后 它的主要症状就包括这个咳嗽 发热 呼吸急促 呼吸困难等等 如果你出现了相关的症状 先不要害怕 一定要及时就医 医生肯定会给你最好的解决方式 并且这时候你也要让你的亲朋好友 你身边接触的人要戴上口罩 就防止传染给他们 最后呢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希望大家也不要过入的恐慌 这个病毒虽然是新型冠状病毒 然后看到资料说 它是2003年SARS的近亲 但它的致死率并没有那么强 传染性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控制的 我看到目前在武汉的198例病例中 已经有这个25例治愈的 然后只死亡了是3例左右 其实这个数字相对当年的SARS来说 还是好很多的 虽然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但是我刚才提到这预防工作 大家可以去做好这些就是了 这几天大家最好也是持续的 关注网上的消息 然后关注这个官方 相信专家相信科学 就不要谣传一些信息 也不要制造这个不必要的恐慌 就是做好预防工作人 好好的过一个春节 少去人多的地方就好了 最后呢也祝大家春节快乐 希望你们可以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 好好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吧 拜拜 我是小苏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